为响应地球日的主题共同来落实净铃绿生活 玉里正妇女会和环保局举办了 朴实净铃绿生活创意 佼佼者竞赛及全民绿生活宣导活动 妇女会特别号召55支队伍发挥创意来包健康谁角 现场薛正位特别到场和妈妈们同乐展现包饺子的实力 也邀请全民一起来投资地球共同实践净铃绿生活 五颜六色的饺子皮一缤纷又美丽 其实这些都是健康创意的食材 并且也都是自己种植的蔬菜水果 社区妈妈们非常的自豪说 这些都是他们的创意 全家大小都适合吃 我们就是要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 然后搭配今天的是环保绿化的活动 所以我们的材质都是有考虑到养生 然后不要制造一些健康上的负担 现场有看到很多都是一缺 一缺在地的食物 在地的蔬菜 在地的材料 弄得真的是无法发门 然后吃得健康 然后用得安心 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补地 为了响应今年地球日的主题 共同落实净铃绿生活 玉律镇副理会与环保局共同来办理 朴实净铃绿生活创意 佼佼者竞赛 继全民绿生活宣导的活动 现场学生卫也到场跟妈妈们同乐 展现包饺子的实力 透过这样子的这个 我们一起来创意食材交流 我想 饺子的变化 先变幻化 尤其是饺子 第一个 我们的皮 有泰水 有化合物 内线有酥带 有蛋白质 所以啊 大家有时候很方便的时候 下饺子就好了 对不对 对 所以 第一个 我们要当聪明吃 聪明的家庭祖父好不好 好 妇女会与老人会 号召了55支队伍 700多位的社区妈妈们 发挥创意来包健康水饺 环保局也邀请全民一同 投资地球 共同实践 净铃绿生活 落实行为转型 创造永续环境 迈向低碳新生活 逐渐达成2050净铃 排放的目标 记者高双双 环理站采访报道